吴先生反映说 他的车子被快递车给划伤了 对方本来说要理赔的 现在却突然回了老家 吴先生住在杭州夏沙的东岸家园三区 11号中午 他在家里 宝马轿车就停在小区东门外 他说那天接到楼下商户打来的电话 说是他的车子被划了 到楼下一看 果然车身多处受了损伤 门口收停车费的人师傅 看到了事发室的情况 骑得特别快 他要往这个小区拐 一拐他要车要翻掉 把他把往那一拐 他碰到这里了 那他车是翻掉了 然后翻掉之后 当时对这个车子 砸到这个车子上面了 他一看没人 他把车扶正的骑下跑掉了 这位任师傅说 肇事车辆是送快递的电瓶三轮车 翻车后 顶棚砸到了宝马车上 大概的话是过了两个多小时 他那边又给我打电话 说我车子 把你车子撞了 他们又回来了 吴先生说 当时快递员是跟领导一起过来的 对方是运达速递 交警也来了现场 判定快递员全责 保险公司的定省 他说是一万多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现在怎么弄 你要么跟我一起到那个4S店去 该修多少钱 那你付掉 付给我 他们当时就说没钱 没钱 要给他一点时间 18号 吴先生的车子修好了 花了9000多块钱 通知了快递员 说跟他妈说了 把他妈的话都去到医院里去 住院了 今天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不接 记者联系上快递员常师傅 对方表示他已经回了山东老家 钱肯定会给 但是具体的时间说不上来 现在请假回家 还没有辞职 事发时没有立即通知车主 是因为自己也受了伤 先去了趟医院 常师傅刚来杭州不久 说不清自己是哪个站点的 吴先生认为 快递员眼下无法赔偿 运达方面应该表态 记者跟运达公共事务部的 一位郭经理联系上 对方表示 会尽快跟杭州方面进行沟通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